关事间奇闻异事,她人生酸甜苦辣 欢迎观看《大雄观影》,我是阿祥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疯狂扔东西的女人》 小美毕业于东京大学播音专业 毕业后一直在做相关工作,却并没有什么起色 这一天做完外景主持工作的她,被批评不够用心 本来心情不好的她又接到了妹妹的电话 妹妹对小美一番说教 并提醒她母亲七周年继承就快到了 挂下电话,小美抬头看到了一座寺庙 门口有个木牌写着,放弃才是永远的幸福 小美刚要走,却被一个神秘人沙僧叫住了 沙僧告诉她,有舍才有德 舍弃之后生活会焕然一新 并询问小美会如何选择 小美感觉有些诡异,没有理会沙僧,匆匆地走开了 回到家里,男友小明躺在沙发上 因为要出差让小美给自己找衣服 在帮小明准备衣服时 小明发现小美的衣服后面开了一个口子 没办法,小美只能把这件衣服扔到垃圾袋里 之后逛街时,小美意外地抽到了特等奖 一公斤的松满牛肉 看着桌上的牛肉和垃圾里的衣服 小美想到了沙僧跟她说过的话 隐隐感觉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第二天小美来到公司 看到墙上张贴着选举特别节目记者的海报 小美很想参加 想到自己扔了一件衣服后得到的好处 她将自己钥匙环上 绝版的饰品扔到了垃圾桶 果不其然不仅被选上 而且还有了很突出的表现 得到了领导的夸赞 这下小美坚定了舍弃才能幸福的想法 毫不犹豫地将家里很多东西都扔掉了 家里很快就被她丢空了 小美也如愿地成为了一档 五间节目的固定主持人 一天节目结束后 一档面对全国范围转播台风节目的主播病了 需要别的主播代替 小美想成为代替者 但是发现身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扔掉的了 这时小美摸到脖子上的项链 这是男友小明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嘴上说着对不起的小美 还是扔掉了项链 而她也因此获得了转播台风的机会 转播完台风的第二天 东京事务所的经纪人小强找到小美 想要小美参加 全国网络晚间新闻气象主播的甄选 为了甄选成功 小美回到家里 开始寻找可以扔掉的东西 但是家里已经没有让她可以扔掉的东西了 这时男友小明回来了 小美刚想对她说起这件事 却被小明的抱怨打断 工作受阻的小明不听小美的话 让她给自己拿啤酒 看着喝酒抱怨的小明 小美觉得已经不再需要她了 于是向小明提出了分手 扔掉男友的小美 成为了全国网络新闻的常任主播 并住进了东京的豪华公寓 妹妹来到小美的公寓 很佩服姐姐目前取得的成就 如果母亲全下有知 也会为小美感到开心 小美看着自己和母亲妹妹的合影 若有所思 第二天小美来到公司 无意中听到领导对自己的评价很差 并且想要换掉自己 不想失去工作的小美 把公寓里的东西全部都扔掉 只留下了那张母亲去世前 唯一和自己还有妹妹的合照 小美如愿获得了另外的机会 成为了当下最火爆节目的主播 仅仅主持一个月 小美的人气就暴涨到第二名 第一名是同节目的主播小花 小美发现小花总能成为 大家的焦点和吹捧的对象 看着小花的背影 不甘心的小美陷入了 扔掉东西的疯狂意象中 之后便晕倒在录影棚 再次醒来时 小美躺在家里的地上 妹妹在旁边守候着 她对房子的变化很是奇怪 想询问姐姐 但小美并没有理会 她将妹妹带来的东西 顺手扔出了窗外 紧接着要将自己和母亲的 唯一合照也要扔出去 妹妹赶忙阻拦 可是并没有什么用 扔完照片的小美 转过头冷漠地对妹妹说 我不需要家人 第二天小花被爆出 和男明星外遇的丑闻 小美顺理成长地 坐上了第一的位置 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然而欲望是无止境的 经纪人小强找到小美 告知台里要推出一个全国新闻节目 News in One 现在正在招募主播 而主播除了能面对全国主持外 还可以自己决定播出内容 不过除去小美外 小花也是这档节目的候选人 为了能当选 小美将小花约了出来 小花对于小美的主持夸赞不已 她认为小美以后会更加出色 小美淡淡地说出 那就不再需要你了 将小花毫不犹豫地推下了楼顶 小花的死让小美晋升为新节目的当家主播 而她也开始变得膨胀 为了追求播出内容的冲击力 播出了一条未经证实的议员贪污新闻 引发了政府和议员的抗议 小美不得已向全国民众道歉 可是收视率却因此下降了很多 台长找到小美 认为是小美的失误造成了这种局面 让小美暂时回家放假 失业的小美不想失去主播的工作 为了收视率上涨 认为必须再舍弃一些东西 但是此时的她已经一无所有 第二天一早 憔悴的小美想到了办法 她打开手机的录像功能 录下了自己跳楼的一刻 并且说出了小花死亡的真相 随着这段视频在News in 1节目的播出 节目收视率升至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故事也就此结束了 虽然人要懂得舍得 但抛下所有真的对吗 正因为舍不得才有了我们心中 那些美好的回忆和感情 当我们抛下所有的时候 和星矢走肉又有何区别呢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转发 收藏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